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2月26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Jennifer 北京时间2月26日上午11点 加拿大国民咖啡Tim Portens 终于登陆魔都上海 中国小伙伴们总算等来了这个小红杯 这是Tim Portens在中国的第一家店 是该品牌全球第4850家店 据说在中国的目标是开1500家店哦 在中国Tim Portens的名字改为了Tim's Coffee House 为了方便中国的顾客了解这个加拿大国民咖啡品牌 店家还特别做了一篇长微博来介绍相关内容 中国新店地点锁定的黄浦区黄浦北路 227号中区广场一层 妥妥的魔都核心区文青小资聚集地 开业典礼也是非常隆重 有消息说加拿大驻华领事都清零现场致辞祝贺 至于Tim Portens为何选择此时来到中国 说法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目前该品牌目前在加拿大正面临着发展瓶颈 据好奇心日报报道 Tim Portens的特许经销商 员工以及母公司Restaurant Brands之间存在对立问题 去年5月Tim Portens在一份调查加拿大最有名望企业的报告中 从13名调到67名 而就在几周前 调研公司Lagger也做了相同调查 Tim Portens从第4名降到第50名 而另一方面 伴随着中国消费者习惯的改变 咖啡市场在中国将持续增长 这意味着来到中国发展 品牌将迎来更多的机会与空间 据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发布的 2018中国咖啡行业洞察报告显示 2017年咖啡消费市场规模在700亿元左右 年增长率约15% 预计2020年 中国咖啡消费市场销量规模将达3000亿元 那么远设重阳的Tim Portens将以何种面貌打开中国市场呢 那场面叫做人山人海 还没开门排队的已经是神龙剑手不见尾 网上有咒有列国的小伙伴说 这场面似曾相识 当年Tim Portens在西班牙开店时 大家为了他排过17个小时的长队 而如今这个神一样的记录已经被打破 上海小伙伴未等到第一杯咖啡排了超过18个小时 还有人凌晨5点就来到现场 上海现在还是冬末 看着人群大家都还裹着羽绒外套呢 还是挺冷的 为了喝上小红杯 人家可是裹着毯子来的 之所以这么火爆 除了品牌影响力 也还是有原因的 超级福利送送送啊 前100名顾客都能拿到 加拿大的小伙伴们表示 可从来没见过这些福利 中国首家店的装修风格也远比加拿大高端 内部木制桌椅和水泥灰石柱相结合的装修 整体色调简洁明快 色调的深浅和冷暖搭配 使空间在时尚磨灯的同时 不失舒适自然的温和情调 完美演绎了空间的时尚与文艺 在加拿大 Tim Portons绝对算得上是国民品牌 老百姓推门就近 里面既有一扇不整的流浪汉 也有西装隔屿的白领 但在进军中国后 看起来顿觉特别高大上 还专门布置了在加拿大的店面中很少见的多人餐桌 可能是因为了解到中国人偏爱群居 喜欢一桌子人坐在一起喝喝聊聊 只有无处不在的枫叶标志彰显着它从哪里来 重点来了 菜单和价格一定是吃货们最关心的 双手为你奉上国内目前人际排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不少食品也是为中国特别定制的 比如蒙特利尔风味牛肉和北极虾仁恰巴塔 看图片真是很有食欲哦 而且充分地考虑地域性 居然还出了魔都限定款 在加拿大 Tim Portons小杯咖啡价格是1.52加元 加上13%的税 大约8.7元人民币每杯 目前在国内 普通咖啡是17元人民币 马其朵等其他产品也都控制在30以内 确实比加拿大要高一些 但在魔都也足够具备影响力 进口品牌哦 其实小伙伴稍加比较就会发现 同样都是进军中国市场的海外咖啡品牌 Tim Portons可是比星巴克实乘得多 同样的普通咖啡 Tim只要17元人民币 星巴克却至少22元起 即便和国内本土品牌相比 Tim也同样具备价格优势 现在国内随随便便的一个奶茶都要20左右了 更何况Tim是进口品牌呢 最主要的是 还有不少价格更加实惠的套餐可以选择 对上班族肯定很有诱惑力 总之 魔都店真的打响了进军中国的第一炮 火爆程度完全超出想象 门口甚至还支起了现购的牌子 当然第一天的顾客里有很多的是留学党海归党 他们除了想念这个味道外 更多的是思念当年的情怀 他家的招牌咖啡Double Double 双糖双奶香醇可口 据说很多回国很多年的朋友依然忘不了它的味道 现在想喝不用再跑到加拿大来 不出国门同样可以享受得到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尽情去尝试一下 一转眼2019年已经到了2月末 虽然路面上还有没有融化的积雪 虽然天气预报说这两天还可能下点雪 但冬令时却很快就要结束了 加拿大人们也要集体抽风一回 把时钟再向前调整一个小时 今年温哥华的夏令时开始时间为3月10日 下周日凌晨2点 此时时钟将向前调整一小时 变为凌晨3点 夏令时正式开始 这意味着什么呢 大家都心知肚明 就意味着下周日所有人都要少睡一个小时 其实这对于上班族的影响是最大的 毕竟对于学生来说 因为11日就要开始春假了 换了夏令时后 温哥华时间和中国的时间将相差15个小时 而不是现在的16个小时 据悉目前全球共有70多个国家采用下时制 但这一直都是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采取下时制的优点在于节约能源 保护环境 有利于人体合成维生素低 以及对患有业盲症的人大有好处等等 但是下时制的弊端也很明显 主要在于对于人们的睡眠和生物中的影响 已经有研究显示 无端的突然少了一个小时的睡眠 容易造成人体生物中的混乱 严重者甚至导致荷尔蒙失调 并会影响到人们的心理 情绪乃至工作效率 这对一些弱势群体 比如老人 儿童 孕妇 以及慢性病患者等的潜在影响就更大 此外 还有数据显示 下令时对健康产生的冲击 主要是睡眠不足的影响 大约会持续20天左右 部分重大疾病的发病率 会在实施后的几天里明显增加 比如癌症增加25% 心脏病的发病率增加10%等等 密歇根大学心血管中心 201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 在下令时实施后的第一个星期一 心脏病的发病率增加24% 不过也不是所有加拿大城市都实行下令时 有些地方的时间还是将保持不变 虽然北美大部分地区从1966年就开始实行下令时 2007年实施新的下令时时间 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 这个政策主要是为了节省赵明用的煤炭和其他能源的开销 但是对于取消它的呼声也一直没有停止 因为由于时间变化引起的麻烦实在是太多了 其实在2018年9月14日 BC省市政联盟投票通过了取消BC省下令时的提案 提案认为每年两次变换时间 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已经不再适用 甚至说这样的做法甚至比实际节约出的成本更高 当时有望当选哈森市市长的 Guyvan Jonathan在接受Daily Hive采访时表示 这个决议是在当地居民的建议下被提上日程的 因为BC省的东北部不实施下令时政策 这里的居民半年与阿尔伯塔省相同 另外半年则与BC省相同 这就导致了很多跨省企业在工作上出现很多不同步的问题 也被指责效率低下和混乱 但Jonathan也说到 这次的决议并没有提到取消下令时后具体采用什么时区 可能还要在后续的会议中才能推出更加具体的方案 所以直到目前也依旧保持执行着冬令时和夏令时 那么如何愉快地过渡到夏令时呢 一 尽量减少咖啡因和酒精的摄入 二 白天小睡15到20分钟但不宜睡得过久 三 把晚饭时间提前让食物能早点消化 四 提前15到30分钟上床休息 睡前少玩手机 五 早起拉开窗帘让阳光帮你调节生物中 最后再强调一下温哥华在当地时间2019年3月10日凌晨2点 时钟向前调整一小时 便为2019年3月10日3点开始下令时 以上就是今天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